好,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來掌聲歡迎曾益祥 用這個麥克風嗎? 用這個比較清晰 好,喂 喂,嘿,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這個i3WM 之所以我會想要分享這個東西是因為 至少我自己一開始裝Linux的時候 那時候跟大家一樣就是可能裝個Ubuntu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這個介面就是Ubuntu 然後裝了其他的Distribution就會覺得說那個介面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時候並不知道說其實你可以在你的Linux裡面 可以把你的桌面環境整個換個樣子 或是換一個城市去跑它 所以才想要來分享這個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會先講Linux下的桌面環境 會先簡單介紹一下Dee在幹嘛 然後還有這個DisplayManager跟WindowManager他們之間分別在做的事情 以及他們的差異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或是你想要自己學也可以 然後最後才是我們的這個i3WM Destatower Environment它簡單來說就是各個元件結合成的環境 它可能包含了像你用Ubuntu的那個None 你會看到上面有條TopBar 然後或是KD那個Pasma 還有你可以弄很多條很多個TopBar 然後上下左右各一個或是上面兩三個都可以 然後就是包含了TopBar 然後還有它可能會幫你預裝一些軟體 例如說我今天來裝個 來裝個None 它這邊就有一堆軟體 這邊就是它的Default軟體 這是第一會幫你裝好的 就是說你一裝完這個桌面環境 你就會發現你的電腦裡面多了很多的軟體 然後以及它可以幫你調整你的視窗的外觀 或是你圖示的外觀 或是像我這樣我可以把滑溯的游標改成這個 這個紅色的小洞洞 然後以及鎖定螢幕的畫面 還有下面兩個等等介紹 如果沒有桌面環境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灌過Arch 或是你有用過Ubuntu Server 甚至你在正常的那個LAN上面切換到TTY介面 這個就是沒有桌面環境的樣子 它就是一個TTY 然後你要輸入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這樣進去 所以有桌面環境你才能看到 才能看到這些漂亮的小東西 然後我這邊簡單講幾個大家常 比較常見的桌面環境 就是可以第一座的這個Plasma 5 它的優點是你說剛從Windows轉來的使用者 你會比較習慣它 因為它看起來就真的跟Windows很像 然後還有那個你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用你的滑鼠滾輪這樣滾一下 就可以調整音量 Windows到Windows 11特這個功能 而且它客製化也比較方便 尤其是按個右鍵 然後或是設定那邊Appearance 它就是蠻鼓勵你自己去改它 那當然網路上也有很多人家自己改好的一些 郵標或視窗的外觀 這樣 然後聽說最近 最近聽說它有輕量化的趨勢 不過 我是不確定啦 之前有用過現在沒有在用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這個 那種它從 那種4 40還是42 40 之後就變長這樣 它本來是直的 它現在變得越來越像MacOS 它直接變成橫的 這樣 這樣 那它 它的缺點是 它 感覺不太鼓勵你們 自己去把它做客製化 你可能也需要這個 nontwift之類的工具 甚至你要去改某些路徑 還有 還有一些config的那些工具 才能去 好好把它改成想要的樣子 當然你不想改它也可以 反正它 裝好就可以用了嘛 這就是 這個是周面環境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輕量的 這樣 很多distribution都會提供這個 sfce 這就是比較 比較輕量的 桌面環境 那 大家在載入桌面環境之前應該 應該會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你不可能一打開 一開機就是那個畫面 這時候會需要一個 載入桌面環境的這個幫手 把它稱為Display Manager 就是用來 欸 就像這樣的畫面 這個就是 弄他們做的DM 叫GDM 對 那這個東西主要 主要就是來幫你引導 你想要登入 登入桌面環境 還有你要登入的使用者 假如說 假如說你今天在你的 你的電腦上裝了很多桌面環境 你就可以 靠它來幫你選 然後甚至 中間這功能我沒有玩過 就聽說 有一些比較厲害的 他可以做自動登入 然後還可以弄的指紋辨識 甚至插那個 插那個 IC卡 進去 辨識它自動解鎖 不過這個 這個我沒有玩過 我比較常玩的是 下面這個 自定義登入界面的外觀 就 一樣去找 稍微找一下那個 網路上人家寫好的主題 你就可以把它改得 漂漂亮亮 對 那 通常你在 如果有撞過Arch的朋友 就會對這一段有印象 你可能要Enable GDN 你在裝None的時候 然後你在裝 KDD做那個Pasma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用這個 SDDN 那去做那個 Display Manager 對 那 就 大概就像這樣 這是GDN 那SDDN 你就 在這邊 選著使用者 然後這邊 輸入密碼 然後這邊可以換你要的桌面 還有 還有這個 LightDN 對 那 要更換你 你要登入的桌面環境也相當的簡單 通常你的Display Manager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他不一定都在這個位置 就是LightDN的這個 這個主題 他是在這 那 那在每一個 每一個Display Manager在地方不一樣 不過通常都會有這個小按鈕 讓你按 因為這邊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 今天想要進入NONE 就是這樣子 然後想要進入別的 就在這邊選 所以 所以說 聽完之後 你想要試試看i3的話 也不用 也不用害怕把它裝到你的電腦上 然後你的電腦就變成你自己不會用了 你就 在 真的不會用都要再把它 把它從這邊換回來就好 就是 滿 滿方便的啊 但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也可以 就會變成說 你要 回到這個 你可以回到TTY這裡 就是你 從這邊登入完之後 然後直接從那個 Commandline去 打那個 打那個 例如說 S.Oil.Init 欸 StartX 這個 StartX 如果是S 如果是S的Session的話 然後 如果是VLAN的 如果你要啟動VLAN的Session 可能就是 直接輸入那個Composite的名字 這樣 好 那我們繼續來講一下這個 TTYORIN的Window Manager 呃 TTYORIN 顧名思義就是 做平鋪的 那跟 他跟我們傳統見到的比較不一樣 也就是說 你用 用Windows 或是Mac 或是常見的那些 None KDE 他們的 預設的開 開心視窗的方法都是 都是 這樣彈出來 這樣子 彈出來一個 一個 新視窗 然後它是可以堆疊的 像這樣 它可以堆疊 它可以疊很多個視窗上去 這樣子 呃 對 對正常來說其實蠻 蠻直覺的 只是 當你的 當你的視窗一多之後 你就會想要去那個 下面有一條那個Duck嘛 Windows下面有一條 然後Mac下面也會有一條那個Duck 然後你就要去去找一下 喔 我到底開了什麼程式 甚至 弄一個Overview出來看一下 到底開了什麼程式 程式 很容易 很容易就找不到它了 這個是 呃 TTYORIN的話 它就會變成說 你 預設 開視窗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平鋪好 它會幫你平鋪好這樣 它會幫你平鋪好 所以 你就不用 你就再也不用擔心 你的視窗不見了 那這邊 這邊如果滿了怎麼辦呢 我們就再 我們就再切到一個 新的 新的桌面 你可以看到它左上角這個 二三四有沒有 就是第二個桌面 第三個桌面 第四個桌面 就是這樣 還 如果習慣的話還滿方便 我是怎麼覺得 對 那當然你要讓它POP出來也可以 就是等等 我真的會稍微講一下 然後可以改大小 這樣 呃 喔對 它有一個特色 它有一個特色是 我可以只用鍵盤就完成這些操作 你看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動我這個小油標 我是這樣 按一下 按按下去 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像i3這樣的東西要怎麼操作 對 那不過通常 通常我們都不是裝i3 我們是裝它的一個 Fox Trite的版本 叫做 i3 Gaps i3的話它是 就是 視窗跟視窗之間沒有那個 Gaps 有 有些人會覺得那樣很醜 包括我 所以 所以我們都會裝這個 i3 Gaps 讓它的 視窗跟視窗的中間 你可以決定 你可以留一些 小間隙 讓它看起來會 漂亮一點 那我第一次用的話 是在 Respberry Pi上面的 Manjaro i3 我也不知道什麼 那時候想用 而且 剛用的時候會覺得說這個 這東西很反人性 不過 用了一天之後 就變成i3的形狀 這樣 那它 Manjaro的i3 它的好處是 它的左下角 不然這個解析度有點低 它的左下角會有一個提示 用Konky弄出來的提示 就是你忘記到可以直接看 不用 不用一直上網查 所以我當初就是靠 靠下面這一小牌 然後入門 入門 i3的 對 然後下面之後有些GIF 就是 預設 它預設是這樣 這個Super加Enter 就會幫你開一個Terminal 就這樣 就跟我剛剛做的一樣 欸 動一下喔 欸 我們到4 好 算了 對 反正就看這GIF好了 我的 我的程式怪怪的 反正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開一個新的Terminal 然後還幫你自己排好 這是最 最基本的 然後開啟或關閉程式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說 呃 你只裝WM跟 裝D1最大的差別 就在說 這個WindowManager 它不會幫你預裝 預裝模擬程式 像 我如果要開程式的話 就要這樣 按這個 MOD加D 這個 Super加D 這邊都要是Super加D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 這個東西跑出來 然後可能要在裡面找 我要開什麼程式 這個東西也是你要另外裝的 比如說今天想要開Firefast 在這邊搜尋一下 然後就按Enter 它就開起來 就是跟 跟正常 正常的那個操作方式比較 比較不太一樣 然後Manager這邊的翻例就是 最上面有一條這個 DMenu 你就按Super加D 然後輸入你要的程式 它就幫你開起來 那預設 預設開起來的話 也會是 也會是長這樣 好 那你也可以切換它的Layout 我們預設 是這樣直的嘛 然後你就用MOD加E 預設都這樣 這些都可以改 在Config裡面都可以改 這樣 Auto加E 它就變橫的 這樣直的 橫的 直的 橫的 然後另外的 另外的方法是 它除了直的橫的這樣子 把它鋪起來之外 你還可以把它變成這樣 Tab Tab模式 或是直的 Stack模式 或是再把它拉回來 反正這個 詳細的操作這裡面有 有一些範例 然後甚至我可以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是說我 我這邊 我右邊再開一個 我右邊開一個VSCode 右邊開一個VSCode 這邊在寫程式 然後寫到一半 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滑鼠這樣點過來 我就用鍵盤這樣 上下左右這樣 切過去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這樣 GCC 然後去便宜它 就做類似的事情 我覺得挺方便的啊 然後它 它resize也很簡單 你可以這樣 用 AAL MOD加R MOD加R 這樣 然後要走上角就會有一個 小提示告訴你 欸我現在在resize 然後再按 上下左右 它就可以 它有去改 改它的那個大小 但你要用滑鼠也可以 就 對著它 一樣按著你的MOD鍵 然後 按右鍵 就可以這樣 調它的 調它的大小 然後它也可以做 全螢幕 這樣子 MOD加F 這個MOD鍵就是自己 自己釘 我習慣把它放AUTO 你要把它放在Windows按鈕也可以 然後你應該把 把視窗像剛剛這樣 POP出來 然後POP出來你就 一樣可以 這樣子去 拖它 把它這樣拖來 把它這樣拖來拖去 就是還 挺方便的 那最後 這個如果我們真的想要 試試看的話 MANJARO MANJARO做這個I3 是一個選擇 你可以在它的官網上 應該點 應該點 MANJARO 在這個download這裡 在它的最下面 那看起來是他們的community community做的 下面有一個這個 MANJARO MANJARO I3 這邊 你就是下載回來 然後灌在 灌在虛擬機裡面 就可以玩 就可以玩它幫你 它幫你tune好的 就是它要弄一些主題 還有那些小提示 那你要自己 要自己做config的話 基本上它的config file 會 會先找這裡 這個 點config i3 然後config 找不到再去找這裡 然後最後 最後再找這個etc 這邊是default 它如果讀到這邊的話 它就會 它就有一個小精靈跑出來跟你說 欸你沒有config file 要不要自動產生一個 然後就會有一些引導的 引導的步驟 可以cable試試看 問問看 然後 它的基本 基本語法是這樣 基本語法是 像剛剛 剛剛說的那個mode mode key 有可能把它 我是習慣把它設成lt 或你要把它設成這個 super就是 super就是windows按鈕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設成windows按鈕 這樣 那setmode 先把mode設定好之後 然後你再用bindsym 就是bindsym 綁定那個 組合鍵 像這樣 mode加return就是 執行某個程式 像這個kitt就是 kitt這個 terminal 然後你要關閉 關閉視窗的話 就是 我把它設定成mode shift加q 這樣 modeshift加q 它就 它就不見了 然後到最後 你就會發現你根本 你根本不需要 windows或macOS下面的那條dark 然後你也不需要那三個按鈕 就是什麼最大 最小 還有刪掉 你就全部都用鍵盤這樣按來按去 看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就 看起來就 看起來就蠻 蠻厲害的 這樣 呵呵 對 然後 還有一些其他語法 就是進入 我覺得我想要進入桌面的時候 想要自動啟動 某些程式 例如說 這個iBus的輸入法 的話 就是 它有兩種 它有兩種語法 一個是esec 讓你在 你可能可以寫一個comment 進去或是 你寫一個showscript 然後讓它執行 它也可以 然後另一個是esec always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reload 或是restart 那個i3 讓它去重新讀config file 然後你如果想要 某些程式在 restart的時候 也會 也會執行的話 你就要加這個 底線 always 它就是reload restart的時候它就會 它就會再重新執行一次 沒有的話就是 第一次進入它 你開機的時候 第一次進入它的時候 才會 才會執行 這樣 然後有一個 推薦設定是這個 focus follow mouse 如果沒有開這個的話 你那個 你滑 你滑鼠移過去 它就會自動focus 看起來會比較不方便 我會習慣這樣多點一下 就是 滑鼠這樣戳一下 對 那 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方法是 假如你想要用i3 然後你又不想要裝某些工具程式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i3加kde的plasma 我之前有用過 不過它會有一些小問題 影響不大 然後它官方 官方有些教學 這個 第一個應該是官方的教學 然後就照著它的設定 你就可以 你可以在 kde的plasma底下 把 把它的window manager替換 替換成i3 然後這些 常用的輔助程式大家就 就參考 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像 呃我比較想講的是那個 vlan vlan的方案 像我現在 我現在用的是vlan的setion 就是用那個sway 然後它 它的好處是 就是它 它是vlan 因為i3沒有辦法在vlan上面跑 然後 sway就是 它可以吃 跟i3一模模一樣樣的那個config file 然後再 它還有自己多做一些 多做一些東西 對 那 主要會需要的工具 就這幾個 那就 有興趣的要再自己回去參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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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就試試看 可以 變 變成這樣 就是跟這隻青蛙一樣 這樣 你會看到它的 它這裡是那個 Tierling的window manager 這樣 看起來 看起來很酷 就這樣 好 今天 今天這個i3WM差不多到這邊 有 有問題想問嗎 你好 你好 是 麥克風 不好意思 就是 那個i3上的右上角 應該就是有一排那個 就看起來很像Widget 它的顯示器系統監控之類的東西 對 那就是一般來說 i3在這種 就是要開發這一類的東西 都是怎麼開發的 呃 像我自己有平常 我自己是用Ocean window manager 所以它這種東西 基本上 就是直接在confirm 因為它confirm是一個 詞詞語言 就是用落寫的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 就是用程式語言去寫 那我不知道i3它這種方式 這種情況之下都怎麼開發的 謝謝 好 呃我一般都不會用i3它內建的那個 Status還有i3Bar 我都另外裝那個Polybar 這邊 欸 像我這邊是用Widbar 啊 i3那邊我是用這個Polybar 那 你說像 右上角這個 這個Appleator Appleator嗎 那再 那樣都交給Polybar去處理 這樣 這樣 這樣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嗎 就是它 它這個Polybar它就可以 它會提供一些API 然後你可以自己在裡面寫自己的 自己的那些控制 例如說你想要 你想要 控制銀量 或是你想要 控制亮度之類的 所以是 一樣是可以寫程式在裡面 OK沒關係我這樣有回到 謝謝 好 嘿 你好 你好 我之前在用 瀏覽器 有一些瀏覽器 擴充元件 也是可以讓 瀏覽器全鍵盤操作 那 不好意思 沒聽清楚 有一些瀏覽器的 擴充元件 也可以讓 瀏覽器是全鍵盤操作 那 我大概知道你在講哪一個 Firefast那個 我現在是用Tradictor 然後 就是 我有看過一個流派 是它會把所有 快捷線都放在助手 這樣你的右手可以用滑鼠 這樣你的右手可以用滑鼠 然後你就可以 對 反正就比較方便 那 因為我看你的設定好像 有些也是需要兩手操作 那就 想說 提供你這個建議 啊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 沒有 呃 我是盡量不讓手離開 離開那個鍵盤區域 就是說 它正常預設是上下左右 我就把它改成Vin的那個HJKL 至少我兩隻手還放在上面 就是基本上不去碰滑鼠 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你平常也是用滑鼠嗎 還是你是用觸控板 呃 不一定 如果是像這樣筆電的話 我通常不會帶滑鼠 因為觸控板 觸控板會用到的機會不大 因為我這樣 我這樣直接去選 直接去選它 比 我用滑鼠去點 還來得 還來得快 哦 好 那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我之前有想要嘗試這種屏幕 但是 我覺得我 筆電的解析度 應該說智慧變得太小不太方便 那你平常的 筆電的螢幕大概多大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 好小 有時候LS或是一些 這個不是筆電的畫面 這個是投影機的畫面 我之前有遇過這個問題 之前我上一台用的是那個 MacBook Air 2017年 它那個 好像只有720p 在裡面 這也是 我覺得Tayl0它的缺點 那如果你的解析度太低的話 你會變成說 一個畫面真的沒辦法放下太多東西 你可能頂多這樣 開兩個 然後你的螢幕就 你的螢幕就像這樣 它會不會吃滿 那你就沒有地方放其他東西了 對所以你真的需要一個 開DPI的 像 我現在筆電是2K的 就稍微舒服一點 那你可以做縮放 只是 縮放起來那個 畫質就不會到很好 有時候會有很多東西 版面會跑掉 對啊對啊 那 實際大小 就是 因為 就算是high DPI的話 有的high DPI 可是 它的實際大小沒有很大 那就變 智慧變很小 但它還是清楚了 對 就是那個要自己去tune一下 不過我是 我是沒有用那些縮放啊 就是我全部都 全部都把它變成這個 1.0 就是不特別 不特別去做縮放 反正 就 這需要時間 去tune一下 這樣 還有 還有 有問題想要詢問獎者嗎 因為 感覺如果 你這種 直接用 Windows Manager 當作中端機管理的話 你好像 就不需要 tmax 或是screen 這種東西 對 以前會用 自從用了 i3之後就 沒有什麼開tmax 除非remote 除非remote 如果用 直接用 圖形介面的話 好像會比tmax 好一點 我也不確定 我覺得比較高級 請問你有用過 Xmo那一隻類的 其他 沒有 我有用過DWN 就是DWN不太 不太習慣 應該沒有問題 謝謝 我是先用i3然後才用DWN DWN他是這樣子 他預設 預設是這樣 i3然後預設他是幫你全部切一半 然後再開一個就變三等份 DWN是這樣 你再開一個他就幫你 假如說我現在已經開了兩個 然後你再開一個 他就幫你把新開的這個 1到這裡 然後把剩下來全部縮小 然後這樣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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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是 這件事情讓我不太習慣 我比較習慣 手動去調他 而不是 我每次開個新視窗 你都把我放到這裡 或是 做其他的 就是 這是真的個人習慣啦 沒有手搭不好 就是我不 不習慣這樣的方式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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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大家沒有問題 沒有其他任何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到這裡 那我們就 謝謝獎者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